哈囉大家好我是薇里安 歡迎收聽薇里安跟你聊聊天 今天跟我聊聊天是Linian 嗨大家好我是Linian 沒錯以及他的美麗可愛的工作人員 彭彭在旁邊 雖然他一整集都沒有出聲 對今天我們聊了蠻多 就是我們有搶先聽到Linian的第二張專輯 Leisurely 沒錯 但我們搶先聽到 大家聽到這集的時候 也都已經聽到這張專輯了 對但今天還是聊蠻開心的 我覺得蠻妙的 今天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你在別的訪問都沒有講過 我完全不知道你是 這樣有多一些 有多一些嗎 太好了 只有Podcast就是希望可以挖出一些別的東西 其實我是 真的完全第一次看到你 然後我就是潛心有點緊張 真的還假的 我說是薇里安 也還好吧 我今天這個狀態 你還認得出來我是誰 激度的邋遢 這集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也沒有影片 但今天聊蠻開心的啊 因為我覺得每次找音樂人來聊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跟音樂人聊 你會發現說 我們很像蟑螂 就是蟑螂會互相碰自己的出虛 會嗎 就是 或是什麼蟲之類的 碰出虛就知道說 啊 那你也是 你也是蟑螂 你也是蟑螂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就是那種感覺 今天跟另年聊有這種感覺 就是聊很多音樂 然後我們等一下 也要再繼續分享一些別的音樂 你要跟我講那個 很厲害的貝斯手啊 他喜歡的 然後分享一些其他的音樂之類的 對對對 希望今天大家 大家都喜歡今天這集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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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好啊 可以放嗎 還是我們就當背景音樂放 然後邊錄 其實也可以 G-Free 你有AirDrop嗎 還是什麼呢 我有 這個 我有整個連擊 哦好 MP3檔 MP3檔 謝謝 耶 有 哇 搶先聽 哇 哇 為什麼是M面 哈哈 這鼓是誰啊 那個 Munchell的鼓 哦 Munchell 那個老黑 哦 好酷 所以那你是怎麼當啊 呃 我覺得你做 好你做這邊 你直接用這個錄 對直接用這個錄 我們就是非常非常的隨便 就是一個 非常chill的 非常chill的 的錄音方式 然後就是 檢查一下那個 Podcast你有在聽嗎 有啊 你有喜歡 聽哪一些 我自己 我只有聽幾個耶 聽 中文 英文 Taytone Taytone 然後巴巴的 哦 對哦 巴巴也有 有一些很奇怪的 我就亂點 嗯 像是什麼 你有聽過什麼很奇怪 你會信嗎 哦真的哦 真的 就是 關於什麼 性 就是那種性教育科普 對 哦 是哦 好奇 那有趣嗎 你覺得 哎 OK 但我覺得 我自己比較喜歡巴巴的 哦 巴巴是在聊什麼 其實我好像沒有聽 他好像是 就是跟音樂人 shoot the shit 那樣子嗎 就是他會找 每個不同的 artist 然後來講 嗯 哈 你有去上過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跟巴巴認識嗎 我是他的樂手 哦 哦 所以一開始你是 am I回來的時候 就先當樂手那樣子嗎 嗯 哦 哦 stank face 立刻 stank face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是 大家 大家聽到這集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上架啦 但是今天晚上12點 Linian的新專輯 Leisurely 就會就會上架 整張上架 整張 就是我們現在聽到這個 我 我 嗯 這個剛剛我 讓我stank face 好 所以這個也是 moonchild的鼓手嗎 沒有沒有 這一首是 那個 陳俊豪編的 哦 俊豪老師 對 整個給他編 對 這是我的舊格 然後我後來就是 給他重新編 嗯 一開始怎麼會想要找到 俊豪老師 你本來就認識嗎 因為我的製作是 小雨 哦 整張的嗎 哦 我們兩個共同做這張專輯 然後他就找了 陳俊豪這樣 哦 上一張是 上一張也是小雨嗎 還是你風靜哦 上一張是我完全我自己 哦 DAN 就兩個完全 好猛哦 差很多 就是一個是 完全自幹 然後一個是這次找很多人 嗯 哦 好期待 所以這次是小雨做 那你怎麼會找到 小雨老師 呃 應該是在去年 88的慶功宴上面 那次叫小雨 哦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 我們還有去 就是我跟米奇啊 然後小雨 哦 米奇 爸爸 啊 一鄉人嘛 然後 黃軒啊 董 我們就一直去花蓮玩 哦 就去創作營 哦 就一直去 我們自己玩的 哦 好想去哦 超好玩 下次找我去 超級好玩 等一下我把他關起來 一點點 太大聲 那好爽哦 不曉得 好我等一下 自己私場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想先聽 好爽哦 所以我們就去寫歌 寫歌營 那就是 去哪 你說什麼 花蓮 然後就住一個民宿嗎 那樣子之類的 沒有我們住在米亞的舅舅家 米亞的舅舅 米亞是那個 爸爸的經紀人 這個是我的 爸爸的經紀 哦 所以他家就是開民宿嗎 沒有沒有他 他舅舅家 然後他剛好 舅舅不在 然後我們就整個在那邊住了三天 哦 chill 寫很多歌嗎 其實大家有沒有寫 喝酒比較多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大家就是在玩 哦 就是開著錄 然後就所有器材都有帶去 嗯嗯 哦就jam啊什麼的 一直jam jam到不能出門 哈哈哈哈 而且一直錄 然後就是整個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想要他出門的時候 想說 看一下keyboard 好像又可以在 右臺 出不了門 音樂人的執著 三天都出不了門 超恐怖 那所以你這張有一些是那時候寫的嗎 沒有沒有 這張算 這張算是在那之後 然後 那個花蓮的創作人也讓我就是 整個 那時候 讓我開啟 就是覺得說 欸有更多可以跟人家合作的可能性 嗯 你以前有co-write過嗎 很少 其實很少 嗯 就是先就是主要session為主那樣子嗎 對對對 然後所以就是這一次然後就決定要 找不同的人來合作那種 對對對 所以這次還有誰 你說製作是那個 終於啊 然後 然後 君豪老師有編曲 那個 那個 featuring有 Dekka Jones的 主唱 然後 陳賢靜 然後 我自己就要傳訊息跟他說 陳賢靜 你要不要合作 然後他自己 他就 我覺得他沒咬很多 他說我覺得我現在不夠強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希望能力再合作 沒有沒有 他應該只是那個吧 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跟我合作 沒有沒有 陳賢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趕快轉趕快轉 立刻 趕快轉 轉不過去 好啦沒有啦沒有啦 但你本來就認識他嗎 你怎麼認識陳賢靜 算是在 怎麼認識的 我也很忘記 就是約出來 然後聊了一下 嗯 對對對 就因為想合作所以就約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在想說我怎樣專輯裡面 我想要找一個女生 嗯 的聲音 嗯嗯嗯嗯 對啊他聲音好棒 然後就是 就是想說 嗯好像可以認識一下這樣 嗯嗯嗯 然後就合作了 所以就這些 這些 跟剛剛講這些 其實跟蠻多樂手合作的 就是整張燈裡面有蠻多人參與 就是包括唐貓他們有幫我一起做編曲啊 然後 高真他們 高真他們 阿蘭 哨魚也有嗎 哨魚也有 喔對你那時候哨魚有彈的 喔對阿 哨魚彈了蠻多東西 我覺得哨魚蠻棒的 欸你第一張哨魚有彈嗎 沒有 沒有沒有第一張都是 都是我彈 全部的樂器都是自己彈嗎 有一些Kiss是 有一首是我找那個 嗯 我一個日本同學 真的來買的 就是他彈得很好 然後我就是 那時候就是 在請幫我彈一個這個東西 喔原來是這樣 我剛剛就是在抓 第一首 欸我有點邋遢 如果你要拍照的話 你可以拍他 沒關係 我太邋遢了 他自己私人想要做紀念 OK啊 耶 耶 好 不會你以後一定會再回來的 來這裡喝酒 有沒有看到那裡有一排PS4的遊戲 沒有看到他後面那兩個頭 哈哈哈哈 那兩個酒瓶的頭 最近不敢喝酒 最近不敢 啊一定不行啦 這沒有拉一個宣傳期 比如說三個月那樣之類的嗎 應該會再更長 因為我覺得還有很多人還不認識我 然後這次是 其實這次因為上一張 就是你聽到那一張 它完全就是一個自幹嘛 然後就是 但是很厲害啊 就是很亮眼 可是就是宣傳啊 大家出事提升那樣子 感謝感謝感謝 對啊一定的一定的 就是 但是那時候在很多小細節上 比如說什麼行銷啊 宣傳啊 啊我知道我知道 都沒有什麼做這樣 那時候算是你自己出錢做嗎 就是INDY那樣子 那一張就是我自己在家裡錄的 然後 然後 對算自己出錢 然後 那時候有一個廠牌跟我合作 就是齊心唱片 然後他們就幫我發 這個東西這樣 嗯 懂啦那是比較辛苦 自己做是真的蠻辛苦的 對對 而且很多模式是不知道自己還可以怎麼去做 嗯 但是其實也表示說 你沒有被太多的規則給限制住啦 嗯 因為像我就是從 你說大唱片公司體系出來 有時候反而會被某一些想法給限制住 真的喔 INDY 就是過去可能會覺得說 啊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比如說要有個記者會 或是怎麼樣那種 但其實現在 網路的時代啊 或者是你說 Social Media 自媒體這種的 各種可能性都有啦 你只要有機會讓所有人 有更多人聽到你 什麼用用什麼方法都可以 對 只是就是要 要更有創意 但是那就是行銷的部分啦 音樂的部分 我想我們還是比較傳長一點嘛 哈哈哈哈 那些 那些東西還是交給 交給專業的 碰碰好的團隊就 就不錯 那回到音樂上面 比如說你這次 像你找Moonchild的樂手嗎 嗯 那你還有找一些其他的 比較特別嗎 什麼老外這些的 老外沒有 就是其實就只有 Moonchild的鼓手打鼓 然後其他都是 幾乎都是台灣的樂手 你剛剛叫糖貓嗎 那個小鬼老師也有 喔小鬼老師 嗯 然後Yellow的吉他手跟徒手也有 喔 對然後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 Brandy 河山 喔這次有找他咧 對對對 欸那像你 錄自己的 這次錄自己的FOCAL 什麼也都在加錄嗎 還是 沒有這次完全都拉到生動去做 喔 就是阿妹那個 嗯嗯嗯嗯嗯 就是進那個錄音室 對對對 但這是你第一次進 正規的錄音室 對講實在話其實是 喔是喔會緊張嗎 我剛剛開始 錄第一首歌 Kakun的時候 非常挫折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大概第三次 進錄音室 錄音室錄VOCAL 嗯嗯嗯嗯 因為之前之前我有 錄合作的 嗯嗯嗯嗯 然後就是有到一些 其他人的錄音室去錄 然後那個 因為那個featuring的歌 唱的人就是比較少 嗯嗯 不用deliver整整張專輯的 啊不是整個 整首VOCAL 對 你說你去feature在別人的歌 對其實講實在 也只要唱一段 嗯嗯嗯嗯 但這次是整個 整個要自己唱 然後就是那時候 從第一首開始錄到最後一首 感覺自己也成長了蠻多的 嗯嗯 嗯嗯嗯 從會很怕然後到 面對麥克風的時候 就是覺得 嗯就那樣 嗯 那這蠻ok啊 所以都是小羽老師幫你配唱的 那樣 對對對 讚讚讚 我還記得 那你自己在家錄的時候 你有沒有 你最早開始自己在家錄demo是什麼時候 你有印象嗎 等一下 哈哈 你看超久以前 呃 在幾 高中 包括那種 你說自己的嗎 就自己 你完全第一次聽到自己聲音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我 我聽到 呃 有人家幫我錄啦 但那次我在LS 我另外一個團 然後他們就是 我們就是在一個超級爛空間 嗯嗯嗯 然後就是用road 然後 然後就是 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自己聲音 然後直到自己 後來開始用軟體 然後自己錄 直到2018 還是2017年 喔 所以你上一張的時候才開始 真正自己在摸DAW 然後自己弄 對講錯話是邊摸邊做 哇賽 好猛 沒有沒有 超強 我完全無法 我第一張完全沒有這樣子的能力 第一張的時候我完全無法 那不可能啊 可是你哥很好聽 這一張 所以我就是只有focus在說 旋律跟歌詞嘛 這些的 第一張的時候我連吉他都彈不好啊 但你不覺得有利有弊嗎 就是感覺就是 那時候你可以很focus在你 只要做那一次就好 喔對啦 對對對 就是也只能focus在自己最擅長的事情上面 然後編曲那些就是 慢慢學慢慢學慢慢學 但其實你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 有覺得很shock嗎 還好 是喔 我只有覺得自己聲音好小 喔因為他很遠嗎 沒有就是好小 就是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 我後來有去上一些唱歌 喔真的 然後就是才 開始糾正自己的那個 也不是糾正 就是讓自己的聲音更容易出來一點 喔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本來錄地上的時候是完全不會唱歌的狀態 就是就是我就是亂唱 然後就是 然後一直重錄這樣 然後 然後自己在家也在那邊這樣 然後我媽又來那邊叫說 欸吃飯了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剛剛那個tag很好 然後他就想說你在幹嘛 HOME SOURIO HOME SOURIO 對啊 然後我家的狗在叫 然後我就 就一直這樣 完全理解 欸我跟你講你不是說我新專輯啊 我超多哥也是自己在家錄 然後我的貓也是會在外面叫 媑 對對對 然後隔壁 我不是有一首就是有貓叫的那首歌 貓咪共和國 那個裡面有一些tag 就是有 他們的聲音直接在後面 就是啊那可以直接用 對呀 那就還好 這只是我覺得也是一個很 非常打遊記戰的style 也是蠻不錯 但這次就是 聽起來就是 你弄得超級正規 但說老實話 我聽到現在 我覺得production value 就是你的製作品質 跟上一張其實 不會差很遠啊 真的喔 我說上一張的 我的意思是上一張品質也真的很好 我剛剛聽也是覺得很讚 就是我覺得主要是概念上的不同 就是 也不是說整個改變自己的方向 就只是讓自己到 我們用更多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想要跟大家做一個R&B的差 也不是區隔 所以我常常會講譬如說什麼New Soul什麼的 其實我就只是想表達 因為我還有樂手那個部分 然後我還有一線列彈吉他 然後就會覺得說 現在的R&B都比較easy listen 就是大家都感覺做很好聽的東西 很容易做的東西 比較簡單那樣子 對然後我們就想要做一些稍微是 可能和聲上複雜一點 對因為我剛剛在聽某幾首歌我想說 欸我抓一下 抓一下 應該就是那個嘛 你找你日本同學彈的那一首 那個前奏 那一首叫什麼 是Chase 對對對 Chase You 所以就是他的 你想做的差異就是 就是Neo Soul跟一般的R&B的差異 對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對R&B的認知還太狹隘 就是覺得 那個是Beat的聲音啊 然後轉音啊 那樣子就是R&B 我就覺得 它還有更多可能性 就是區分 就是R&B底下 其實可以區分到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種類 對 還有更多可以玩的感覺 那所以這張 所以你會覺得說 你自己想要 怎麼講 你的 這一張 像你上一張的目標 你是覺得說 要這樣嗎 讓大家知道說有另外一種聲音 嗯 那到這一張呢 你覺得 應該說這兩張最大的區隔是 第一張是我 呃 處於一個非常憂鬱狀態 做出來的專職 好可憐 對 然後所以他就叫MiniW 然後整張東西就是比較沉嘛 比方在水裡 嗯 然後 但是我就是 在發完那張之後 然後我其實整個人狀態已經是現在這樣 比較靠近現在的狀態 嗯 就是我的本來的 因為我個性是比較 稍微活潑一點 嗯 然後比較白爛白爛 呵呵呵呵 音樂人都是音樂人都是 就很皮這樣 咚咚咚咚咚咚 但就會覺得 我還會一直演 那個樣子 喔 我覺得也不太對 對 然後所以我其實去年一整年 就是一直在跟這個東西 適應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繼續演嘛 然後同時也會 醞釀就是說 我喜歡做一個 你覺得你必須要繼續演 你說在舞台上面嗎 就是 整個 這怎麼說那個歌就是比較慢 人設 喔也是啦 表演的時候 人設我有後來慢慢轉 就是這樣 一開始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 舞台線不足 所以就會 臉比較臭嘛 不知道怎麼辦這樣 就不知道怎麼辦啊 那其實是緊張 當然就說這人怎麼那麼轉啊 沒有沒有 我就很緊張 就裝怎麼帥啊 沒有 我沒有 你覺得帥 我還覺得蠻開心的 就其實只是覺得就是 很難適應這麼多眼睛在看你的 然後我也要演這種歌 然後 一開始就是蠻挫折的 就是覺得 好奇怪喔 然後後來我就是把自己的原色 就是慢慢 投放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啊 反正我就這樣 然後 但後來就是想要 最重要還是音樂作品嘛 然後就想做一些 稍微比較像我的作品 然後所以才醞釀出這個專輯這樣 懂 那站在舞台上面 比如說你從以前就會很想要 渴望站在舞台上表演嗎 因為畢竟 會選擇當歌手 我覺得骨子裡面多少有一點 那種 你說表演欲也好 或者是 當樂手我 應該也是有啊 就是比如說 吉他手當然是最想要秀的嘛 然後 然後貝斯手 多少應該也有一點 你只要想要站在舞台上面 我覺得多少都會有一點 但是其實我的想法比較 對這方面的想法比較單純一點 就是我其實只是想要分享一個 我覺得很好聽的東西 嗯 然後是我們做出來的 然後我想要把它給大家分享 這樣 所以最一開始 你像從Session 然後決定來當 你說歌手也好 或是當Artist 這種 單純的想法就是說 你要透過你自己去把 R&B的另外一個面向 帶出來給大家 是這樣嗎 應該說 其實其實我一開始我也沒有說 我要當Session 就是 其實我不太當Session 就是我只彈八八 因為 因為 我當時去MI 所以你其實一開始就想要做自己的東西 對對我完全沒有當Session 所以一開始去MI是 就是一開始去MI 我只是想說 那邊天氣比較好 很合理 就不要去波士頓對不對 波士頓超冷 那邊很漂亮 每天 我一整年在那邊 只有一天下雨 喔是喔 喔 L.A.不太會下雨 對然後 你每天只要想去海邊 它就是那麼漂亮 喔 man L.A.那還有時間練習嗎 還是都是去玩 沒有沒有 沒有 我們就是一直在練習 然後就是練到就是 太沉悶就會 就會出去玩一下 放鬆一下 放自己去海邊 M.I.是不是在那個阿 什麼 Hollywood 對 那一開始怎麼會 一開始怎麼彈bass 其實 其實我 呃 我是大概是 14 14 15歲開始彈bass 然後我是12歲彈吉他 喔 然後我是 所以我是先彈吉他 然後後來才接觸到bass 然後 接觸完bass之後 然後我就 反正我有個老師 是 林紹英 就是 就是蠻資深的前輩 然後他就建議我出國這樣 因為那時候 我是18歲出國 然後那時候就沒有 沒有念大學 就直接去M.I. 然後 他那時候就建議我念bass 對 但但我其實到的時候 我都還沒有 因為其實M.I.要 audition 你要記一個影片 彈琴 我沒有記 所以沒有記就可以直接去上的意思嗎 還是什麼意思 我是 可能比較ㄎㄧㄥ吧 我就直接到那邊 然後先念語言學校 想說先適應一下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 打電話問說 我想念 喔 他你有 那個 然後我就說 那是什麼 沒有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喔 好啊 那你明天來學校 你直接彈給我看 哇賽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 好狂喔 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 然後就直接進去 然後就彈 就是彈一彈 然後就說 啊入學這樣 這是什麼 太無鬧了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考音樂學校故事 亂搞啊 好屌 這整個亂搞 這是漫畫的劇情吧 就我 就我沒有確定 我沒有確定我 入選了 我就已經先飛去 這樣也是蠻 蠻屌 欸那如果你那時候打去 然後說你沒辦法 什麼什麼的 你就會再大 就想辦法再拍一個影片吧 對啊也只能這樣 都已經走到那裡 好屌喔 所以你感覺是一個就是 你要做什麼事情 反正就先衝了再說的 就是 很愛 就是 不會想太多人 這樣還蠻好 你什麼星座 我是水瓶座 好 外星人 好一切都合理了 一切都合理了 你什麼座 我是雙宇座 所以我會想非常多 然後我就會 準備完全 真的嗎 你會被他那個嗎 就是 被他 有時候就會說 這是 到底在幹嘛 放寬心 放寬心 我們可以把冷氣 稍微調一點 冷一點點 好可以可以可以 有點熱 太嗨了 太嗨 但好妙 你說12歲就開始學吉他 對 是你爸媽 爸媽送你去嗎 因為其實 沒有那時候我是看到我同學 他們在 彈吉他 然後 因為他爸爸是 石笑容 然後他就是 帶我去看他們的演唱會 然後我就看到 才第一次接觸到吉他 然後去他們家玩 然後他們就彈吉他給我看 然後我就想說 哇這什麼樂器我要學 這樣 然後 我就跟我媽講 比如說 欸媽我想學吉他 那時候大概小六 然後我就說 媽我想學吉他 但我不要學keyboard 我不要鋼琴 我不要鋼琴 就是強調說你不要學鋼琴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那時候的世界觀 感覺是 念那種彈鋼琴 對我來說好像很痛苦 就是大家看起來好像都 會被規定的感覺 對對對 就會被打手 打手背啊什麼那種的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想學這個 對 然後我就那時候 跟我媽講 然後我媽就馬上帶我去報名 這樣 才開啟 那你媽還蠻open的耶 非常非常open 因為你看你的心路歷程這樣聽起來 很不像一般的台灣小孩 或華人小孩好了 就是蠻亂搞的 對阿 還是你媽媽也是水瓶座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媽巨蟹座 喔真的喔 欸那真的是蠻 所以他 比如說你決定走音樂這條路 其實他們也是 就是一直支持你去做那樣子 對我覺得他們以前 也讓我去學了很多才藝 就是像我 我現在小時候有練過那個 武術 What 從小練到大 然後去過少林寺啊 真的還假的 認真認真 我去武校裡面住了三天這樣 然後 需要剃頭嗎 不用不用不用 但我沒有穿 那個 和尚的衣服 喔就是夾紗什麼 不是夾紗那個 就是和尚的衣服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電影裡面會看到的 灰色的那種 要綁的 然後鞋子是那種 布鞋那個 對要綁一條一條線的 一條一條線 所以他們腳上不是會綁那個 剪面草鞋那種之類的嗎 那種彈立帶這樣 綁在腳上這樣 超荒 好帥 所以 所以你還會武術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本來有要練三打 就是繼續打 然後後來就選音樂這樣 對 好酷喔 真的很怪小 真的是很屌欸 很奇怪欸 那你就到目前為止 你的武術 你還記得嗎 我其實還記得 就是偶爾還會用到嗎 那樣子 不會用到啦 就是會 展演一下 我覺得武術隊友的 其實 以前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 皮膚很飽造 然後就是 因為武術 讓我比較近 就是教練會 因為教練總是會比較兇嘛 然後他也會教我們一些 他的一些道理 內外兼修那種之類的 然後我們也要去 以前也會去中國比賽 所以就是那個禮儀上 就會學起來那樣子 懂 懂 那 你覺得有沒有武術跟 武術跟音樂很共同的地方 很好奇 武術跟音樂共同 你覺得有嗎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 武術上面的概念 應用在你現在的音樂上面 嗯 我想一下 感覺沒有 還是他可能是 很默默潛意識裡面的那種東西 但我覺得武術 練武術的時候 他會 他雖然在動 但你會非常的 處於一個很近的狀態嘛 嗯 就像現在的人做瑜伽 然後也是做冥想 嗯嗯 對就是有點這樣 然後我覺得 可能跟創作音樂比較靠近 哦 就是進入一個flow 對 進入一個狀態那樣子 那你現在你有冥想嗎 還是做瑜伽嗎 會會 我會做冥想 哦 你很早就開始 你做多久 大概是去年那張結束之後 哦 對啊 怎麼會接觸 因為我爸 他也有在 對 就是把他 甚至一個 滿厲害的智者 我覺得 嗯 然後他就教了我很多觀念 然後包括 後來我也很多的 基礎啊 這些想法上 都是他教的 嗯 你們家感覺好酷喔 好怪喔 超酷的 所以 所以你爸媽 你可以問嗎 就是你爸媽是做什麼工作 哦沒有 就是我媽現在是家裡主婦 嗯嗯 爸爸是自由業 哦 真的是 非常的 酷 非常free 他們兩個也很free 非常屌欸 那你覺得他們有 就是 他們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完全知道 完全知道 好酷喔 對啊 而且其實這張 第二張專輯 因為 專輯名稱叫 Leisurely 然後其實就是逍遙的意思 然後其實這張專輯有很多概念 是來自於我爸跟我分享的很多的觀念 像是什麼 你覺得最 這張專輯可以 如果有一個最 中心思想或精神 這個Leisurely 放鬆 放鬆跟放空 嗯 他應用在 是你爸跟你說 比如說應用在你的生活 或人生上面嗎 對 就是他 他在跟我講 就是因為我之前會 做音樂的時候 會非常 用力的做 嗯 我大概懂那個感覺就是 我要 就是靠近你要寫這首歌這樣 對對對 或者是就是我要弄到好 那種很執著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跟我說 你要放鬆才會有天賴之音 他就這樣講 他就這樣講 這倒也是 真的 但是他就說你看 你如果很邏輯性的去寫一首歌 嗯 其他人也都聽得出來 他就是一個 一個邏輯性思想 對 就是用技術去對疊出來的東西 對對對 但是他就說因為 因為音樂的 嗯 總是因素 嗯 就是 比較 他比較可以穿越 物質跟 嗯 你就可以比較 去 呃 他就說你應該是要放鬆的去做這件事情 嗯 生命啊 來就是來玩的 嗯 他就跟我講蠻多 所以你就開始打坐那樣子 也不知道打坐 就是冥想啊 就是冥想 然後後來才延伸出我自己去研究了一些 譬如說 靈感怎麼來 嗯 怎麼培養 讓自己有一個生活習慣 讓靈感很容易來 嗯 那你可以分享嗎 可以可以 你現在讓靈感來的 就是你的routine 或是什麼 有一些 有一些方法 就是我覺得 手機是現在很重要的 嗯 很 大家 怎麼講 大家就是會被手機影響 現代人 對 最最重 主要的一個 毒瘤 應該是手機 我覺得 呃可以這樣講 就是 因為就是 會被他給奴役 會被他給奴役 而且來源是因為你的大腦會被 一直被 多巴掌一直被刺激 對 然後你平常你想要創作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沒有感覺 嗯 沒有東西 因為已經被刺激習慣了 喔這是有道理 會疲乏 然後包括 有時候我會 就是下午的時候 那時候在做這張的時候 我就會 下午就是把手機丟一邊 嗯 然後就帶那個 我用AirPod Pro 哈哈 然後就抗噪 對對對 就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對然後放一些水流聲什麼的 然後就再去 就是 就是一直看書 然後 然後我就拿一張白紙 嗯 想到什麼我就寫什麼 然後把它連成一個故事 喔 對或者是 如果真的 今天我確定我要寫一首歌 或是這週 我必須要交出來這個demo 先讓自己進入這個模式 然後如果真的 在家裡這個模式不可行的話 然後我就會去走路 嗯 去散步 然後不帶手機 沒錯 一直走 然後 或者是 小睡個十五分鐘 嗯哼 對啊 懂欸 欸我覺得走路跟出去動 超級有用 對 超級有用 像我之前有一個routine是說 比如說我早上起來 然後我 前一天我可能會哼一些idea 然後整理整理整理 弄一個大概的樣子 嗯 有時候它 有時候是好聽的 很大的時候是不好聽的 但是是好聽的話 我可能有一個架構 弄起來 然後下午我可能就會出去 像我現在可能會去 河濱公園去滑板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喔你也會滑板 對對對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我發現 比較容易有新的想法 對 移動的時候 比如騎車啊 就很奇妙啊 對騎車 然後 騎腳踏車 搭捷運什麼都是 其實人主動在動的時候 就是很奇妙 就是 比如說我一直在聽同一個旋律 然後可能寫了一個假的歌詞 然後聽聽聽聽聽就覺得說 其實可以 可以用什麼另外一個詞 替換會更好 那個其實就是 其實我後來去研究 它其實 這個東西就是 呃 所謂放空的來源 就放空的來源 放空的來源 是來自於 當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譬如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播 但是就是有些人會 因為國外人會抽大麻嘛 有些人會喝酒嘛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用藥物啊 嗯 psychedelic 或者是有些人就會運動 有些人就會移動 那它的來源其實完全就是 你其實就是在放鬆 嗯 就是你在讓你的彈性思維出現 動動 然後它的來源是 你放 放鬆你的側前而皮 嗯 就是你腦部的那個 嗯嗯 他才會放出來的時候 其實 你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 它會自己 做連結運動那些的 啊 對確實是 確實是 你剛剛講說我們多巴恩一直被刺激 那個真的是 我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明顯 不多巴恩第四行 因為我 我最近看一個紀錄片在Netflix上面 我知道 social dilemma 對對對 那個真的是 嚇傻我 那個真的是 以前也會知道說 好 我們一直看到這些訊息啊 或是什麼的 就是會 多巴恩一直被刺激 要遇到一種刺激 因為我發現我 我在工作最忙的時候 最喜歡滑手機 對 就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我最喜歡滑臉書啊 什麼那些feet 然後一直亂分享 迷音啊 梗圖啊 那種之類的 就是一直在尋找一個多巴恩 一直去刺激自己 然後那真的會 真的會 上癮 所以 我不知道欸 看完那個紀錄片就覺得說 那你有什麼感受 確實 你說看完那紀錄片嗎 對啊 就 還是打開臉書 繼續開梗圖 哈哈哈哈 我守不了嘛 就是 就是有點上癮 但是會 會更 我覺得你剛剛講一個東西 讓我還蠻警惕的 就是說 我之前也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 人 無聊的時候太少了 嗯 就沒有無聊的時刻 因為你無聊的時候 就會把手機拿出來 對 然後就會 把所有的空檔都填滿 然後我發現我好像真的是這樣 我好像是 我很喜歡看影片 就YouTube啊這些的 然後 有空就聽 有空就聽 就覺得我想要把所有的 時間或空間 有效率的應用 比如說我看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然後我聽 啊我增加知識什麼 這種的 但是仔細想想覺得說 確實是 就是 有點多 有點多 雖然我也會冥想啊 但就可能每天 像現在就是 短短的起床 就是五分鐘 十分鐘這種之類的 但是覺得 嗯對 對好像可以強迫自己 對 再長一點 因為我冥想是 我 我之前有去過緬甸 嗯 就是去那種十天盡雨的 嗯 那個冥想 好玩嗎 超屌 欸我覺得你超可以去 我覺得你很可以去 你應該會更有靈感 因為我在裡面 希望那個 coronavirus virus 對啊 那個是沒辦法 但是那個 它叫做 內觀 內觀其實在台灣也有 也有類似的 類似的地方 其實也是可以去報名 也是可以去 我覺得那個還蠻 那個還蠻有幫助的 我一開始是我朋友 他是去寫劇本的 他說在裡面寫了兩部電影 那種 因為你就是沒有事做 你就是一直坐在那邊 然後你也知道冥想的時候 其實失去就是會自己亂跑啊 嗯 然後在亂跑亂跑的中間 欸就 就完成了那些東西 而且回來會覺得說 我很像蜘蛛人 就是感官放超大 嗯 就比如說現在我聽音樂 我可以聽到超級細的東西 對 而且我記得回來的時候 還去逛夜市 然後就走兩步 就說不行 我要坐下來 太多感官刺激 又是味覺 好吵 對對對 好吵好香 好多好多人 那樣子 滿讚的 anyway 推薦你去 就是冥想之類的 對啊 蠻棒 那回到專輯 這張 欸這張你做多久 這張其實做了蠻久 其實我覺得蠻快的啊 跟我比啊 有嗎 你上一張你不是說18年的時候 第一張是18年 今天2020 OK啦 兩年差不多 真的啦 真的啦 我速度更慢 我歌迷每次都會在那邊抱怨 那是出單曲啊 對啊其實現在就是單曲的時代嘛 其實也是 那你有想過就是 你有 對於單曲的時代跟專輯 你自己有一些想法嗎 比如說你會prefer哪一種 還是說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其實好像不會特別偏重哪一個 我只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功能性使用 這兩個想法 就是 就是反正我覺得 我覺得最終還是要出一張專輯的感覺 怎麼說 感覺比較可以完整的給一個概念 但是 但是我也覺得 如果你只是要講一件簡單的事情 出一個單曲其實就OK 喔那我們一樣 一樣 對沒錯 除非說有一個 做第二張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自己的 還沒有很完整的表達 我自己想講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把它講清楚一點 對啊 所以後面 我現在做完有點覺得 喔不要再做專輯了 累了嗎 我每次做完一張專輯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真的是 用心紅黃之力 好多喔 精疲力竭 不會啦 但是等你再 重新再 經過一段時間 感覺人家很奇妙 我覺得就像補充HP 真的 HP或MP 欸又滿了 我好像應該要再把它發出來 就有些話想要講的時候 就又會再做 對啊 專輯也是滿妙 專輯我自己是覺得很像名片 就是你是 你是artist嗎 說欸 我每次拿出一張專輯 都是一張新的名片 所以我現在可能 也不是說換工作 而是我現在 在什麼狀態 就像你講的 你現在可能已經回到一個 比較 不再那麼blue 的狀態 所以你現在就是一個 逍遙派 就是leisurely 那種感覺 是嗎 是是是 那 嗯 你講是這樣是這樣 沒有就是 我只是好奇想說 那你在過 你有想過你之後 比如說四五年之後 你想要 是什麼樣子 或到達什麼地方 我其實比較想製作 我比較想走製作人的路線 這是從以前就這樣嗎 還是說 做了專輯這些之後 好像是在做 做了第一張之後 開始有這種想法 然後 做完第二張之後 也覺得說 嗯 我其實蠻想製作的 你現在有接別的 artist的製作嗎 之前有做一些 但都是通常都是單曲 嗯 嗯 做一兩首 你覺得製作最吸引你的 是什麼 我喜歡 我喜歡幫人家 完成一個 他自己覺得他沒辦法完成的事情 嗯 就是我想幫他 變出 他覺得 他現在卡住 我想把它解開 嗯 然後我看到他解開之後 他很開心 我會很開心 成就感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成就感 對對對 比較那種 我蠻喜歡那種感覺 嗯 完全懂 會那種成就感會大於 我自己覺得自己怎麼樣 這樣 嗯 懂 那你會不會碰到那種 因為像這張你說 上一張全部你自己製作嗎 這張跟小羽老師一起 你會碰到卡關的時候 其實蠻常會卡 你說你自己做的時候 卡關的時候 自己做嗎 對阿上一張的時候 你有碰到卡關嗎 卡超級 超卡 這種時候你怎麼辦 因為這種時候你就是那個 你覺得你要去幫助的那個角色 以前完全就是處於一個混亂 就是混亂的東西 然後就是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你沒有去找人幫忙嗎 完全沒有 真的喔完全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就是很 很 就是整個環境都不認識 然後也不知道可以怎麼 玩這個東西 也不認識 然後也覺得 其實也不放心 跟人家合作 都很安全 對阿 所以就是一個 怎樣專題做完很blue 其實也跟那個狀態也很有關 就是根本出不去 你覺得很孤獨的一個人 在家裡做音樂 就是跟這個產業 還沒有很大的連結 對然後也不知道 自己做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人在 會不會有人在聽 懂 那個時候你 音樂人的朋友多嗎 剛回來的時候 超不多欸 超級沒有朋友 是 完全不知道誰是誰 因為等於18歲就是 直接去MI 那MI那個時候你有同學 有有 那時候的 應該說那時候的同學 是我唯一 音樂上的朋友 有認識的 小畢那個時候 是跟你同一個音樂 還是他是你學長 他到兩間 喔對小畢有在這張專輯 喔他一定要的阿 那些無所不在 所有的R&B Chil 裡面都是小畢 有一首是他編的 所以那個時候 你們在MI就認識 沒有沒有沒有 完全跟他錯開 喔是喔 就是沒有碰到他 會聽到他的名字 但完全沒見過他 那 所以回來然後就 才相認這樣 那所以 你後來怎麼去認識 你說 就是有這些connections 認識更多人 就是因為專輯出來以後嗎 我覺得專輯是一個 就打破那個路 然後也因為 我去年跟爸爸去的 蠻多行 我巡迴的 對啊然後也認識了蠻多人 嗯 那一開始 對那一開始怎麼會碰到爸爸 然後 爸爸是因為 我的混音 第一張的混音師是 紫玉 紫玉是在那個 現在在管Legacy 然後 然後他 跟 Mia 還有 文力 就是 他們那時候來找我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剛好 巴拉那時候再重新找樂手 嗯嗯嗯 然後他就是 反正我們那時候本來只是聊天 然後Mia 就說 那個 巴拉在找Bass 他就再跟他們聊天 然後我就說 那不然我彈阿 試試看 聽聽看這樣 然後 那時候巴拉就有來找我 然後就放給我聽他的專輯 然後我就 我就直接拿起Bass開始彈 然後後來就是 欸 感覺蠻對的這樣 然後後來就對在一起 哇 你的audition的經驗全部都是這種 非常chill的狀態 就是亂搞 啊 什麼我有工作了 好好好 就這樣子 就這樣嘛 就是我覺得是用玩的 就是 我覺得我的 經驗通常都是 呃 我自己去找的 都沒有那麼好 就是我 我就是等 無心插流的那種 對我覺得比較多是這樣 然後我就是 我覺得 處於我自己自在狀態的時候 是最好 對啊 然後我覺得 所以我才 講回來其實專輯就是 我自己在告訴我自己這件事情 就是 第一張那個是一個很ㄍㄧㄥ的狀態 那個不是我想要的 那 我就要怎麼 我要怎麼把它做出一個 再做一張 譬如說他名片這樣子 欸 我其實是這樣子 的人 對 所以 那你覺得你有 你一定也有比較blue的那個 那一面嗎 有有 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還是有那種成分在 對 只是說 怎麼樣 因為情緒總是一個海浪嘛 很上下 所以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去衝這個浪 嗯 是不是 嗯 然後用一張一張專輯 讓大家看到更 越來越立體的 Linion 對 是什麼樣貌那樣子之類的 然後你就說 你的 未來的目標有點想要朝製作人 這樣子走 其實你一開始 就是我看你 彈BASS想要當Artist 我 我立刻想到反而是Thundercat 不知道為什麼 對對對 我就想找那個路線 就是想像那樣子嘛 就覺得很酷 他說我的偶像 那你還有誰 其他的那種 在音樂上面影響你很深的嗎 音樂上面 不用 你說國外的什麼也好啊 比如說 貝斯手 你喜歡誰 或者是什麼Artist 我非常喜歡一個貝斯手 法國貝斯手 叫 Hedry Ferren 喔 這我真的不知道 超帥的 可是他是彈什麼Style 欸他 應該算是 Fusion吧 嗯 但是他很廣啊 就是他什麼都會彈 然後 那時候我是在MID 第一次看到這個貝斯手 然後才知道 喔真人 對對對 就是他本人這樣 直接看到他表演 然後我就直接嚇傻 就覺得 因為小時候以前台灣資訊 貝斯手的 資訊都是Victor Whitton Vicar Whitton Jeff Berlin Jeff Berlin 就只有這些 然後 Stanley Clark 但是那時候去了才發現 哇靠 這什麼 他 長得又帥 又壯 彈得又超爆快 然後 但是他重點他的爆快是 是他的所有的樂句 聽起來就像管樂 很厲害 就是他的 每一句他不會是那種 就是 什麼音階爬 非常有音樂性的 他音樂性很重 非常有旋律性 你等一下跟我講是哪裡 非常厲害 然後他就是彈超爆快 超級厲害 就是一直噴Lake那種 噴的又好這樣 就是也不會太超過 有品味的那種 非常厲害 然後後來才去看他的紀錄片 然後他的教學帶 然後他就說 他以前花了五年時間 都在transcribe 那個管樂 然後 他說他前五年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狀態 就是 就是不懂樂理 然後他在五年之後 開始讀樂理之後 然後他就發現 嗯 就很簡單 但他已經超強了 然後他已經 他30歲的時候 就已經超爆強了 所以你不知道 他現在大概多大 應該快40吧 那還是很年輕欸 年輕超厲害 好厲害 我超喜歡他 所以他是你的偶像之一 那還有誰嗎 再來就是Thundercat 然後 那時候在Mile 我認識一個 看到一個貝索來演講 是Snoop Dog以前的Bass 叫 Barbie Lewis 就是很ㄎㄧㄤ的Bass 他影響 他影響有蠻多 喔怎麼說 就是在概念上 因為他就是ㄎㄧㄤ到 就是他那時候來講座 通常那種講座 他們都會是 一個比較正式的 喔對對對 但 他穿動漫的衣服 他穿得像火影忍者 就是那種 你說cosplay嗎 兜那種 就是黑色的 然後下面給我 給我穿那個點點褲這樣 喔 那不是跟Thundercat一樣嗎 也是就是很動漫的樣子 超怪 然後他就戴一個 超怪的帽子 然後在上面 他跟他 他講說就是戴一個 他的好 好朋友嘛 鼓手 然後他們兩個就劍爆 然後超爆搶了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很多被手去看 因為就總是Snoop Dog 被手去想 大家都想看一下 然後他 我記得 最記得有一次是 他 就是說 有一個人舉手問他說 欸 Bobby你都怎麼 想Bassline 嗯 然後他超強 他就說 現在所有人看右邊的牆 嗯 然後 看誰舉手 唱一個Bassline給我 看右邊的牆 然後唱一個Bassline 他就說現在全部人看那邊的牆 你唱一個Bassline出來 嗯 然後那個人就唱 然後就直接開始彈 他就說 就這樣 什麼 什麼 他說就是這樣而已 不要想太多 嗯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馬上筆記寫下 哇靠 這個是什麼東西這樣 My bro 對耶 這很屌欸 就是沒有規則的音程 完全 他完全沒有 比較短 而且他彈也超快 可是他的 他們這些Bass的重點 就是他們的 基礎功非常好 嗯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在練 什麼Scale啊什麼 先把它摸清楚 然後再去把它放掉 嗯哼 就是要 要 劍三是三 劍三不是三 然後回來劍三還是三 那個狀態 咚咚咚咚 所以覺得什麼 Bobby Lewis Thundercat 然後Hedrick Pharrell Hedrick Pharrell 對 Marcus Miller也有啦 但是就是 一定要有OG啊 對啊 一定要的 那還有 Bass手以外的Artists嗎 你很喜歡的 比如說音箱你很深的在音樂上面 呃其實就是Munchell啦 我覺得 嗯 然後跟 Internet 嗯 Internet的Bass手 Internet的Bass手 喔對 Internet的Bass手其實有點奠定我那時候 想做這件 想邊彈Bass邊唱的 喔 一個印象 因為我去 我那時候是第一次去看Munchell 嗯 然後 他們的開場就是 Internet的Bass手 自己的團 他自己的project 嗯嗯嗯 可以聽他的歌 他的歌也很屌 然後反正他就是 也是邊彈Bass 邊Rap 邊唱 超 Mindblow 好猛喔 嚇爆然後就是 超黑整場 就是黑到爆 黑到爆 然後 然後他就是給我 邊彈然後邊唱 這樣 一直念然後在那邊 邊彈Bass邊唱歌 真的是 我一個無法想像的境界 超超屌 那你一開始邊彈 你以前彈Bass的時候 就是決定 有試過就是邊彈邊唱嗎 還是 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過程 一開始 因為我最早期 學Bass是跟 你知道槍吉波拉 一個 那我知道 一個團嗎 槍吉波拉的Bass手 是我的Bass老師 啟蒙老師 所以他是我第一位老師 然後他 他給我的觀念 我覺得他給我的觀念 讓我日後去學習的時候 有很好的一個基礎 這樣子 就是他 一開始 因為他也是Bass手邊彈唱 然後那時候台灣 其實也沒有幾個人這樣做 而且他又是Slap 然後 他就是以前就教我 說他都怎麼 邊彈Bass邊唱 然後他就教了這個東西 然後包括Grooving的觀念 然後音樂的廣度 也是他帶我起來聽的 欸那Bass邊彈邊唱有沒有一個最 有沒有哪一個觀念你覺得是最重要的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如果我想要學Bass 然後我要邊彈邊唱 有什麼東西可以 我想想想 還是就是硬練 超難欸 其實還是很難 對啊 因為他就是你要把兩個節奏 你要把兩個節奏完全擺在 就是有畫面 就是 就是類似拆神經 只是在大腦裡面的樣子嗎 對 就像Keyboard手他是左右手 對 可是你Bass手就是 左右手加嘴巴 喔對 對 然後你就是變成說 要嘛就是你先把Bass全部練手 然後練到你不用想 然後你再去唱 對 我目前練法都是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放慢 然後一點一點唱 有點像智障 這樣 但那個超有用的 就是 就是放到最慢那樣子 對對對 哇 真的是 太佩服 那你覺得現在有越來越容易嗎 那你會有 比如說寫 然後Bass讓你超難 然後跟著唱很難 然後就很想掐死自己 我現在就很害怕 因為新端級Bass超多 你是分開路嗎 就是先 就是直接搭 然後之後再唱Vocal 對對對 所以現在就是 那就是 邊宣傳奇然後邊練 邊練 我這裡 上週大概有三四天都在練吧 一直在那邊練 然後一直唱一直唱 嗯 那還OK嗎 還可以還可以 目前還OK 好期待 那最近有表演嗎 最近27號 就是新專輯的這種 喔 讚 但那個是一個小音樂季這樣子 對啊 然後其他的專長現在還在安排 對啊 讚 欸你現在回頭看啊 因為你已經做完第二章了嘛 如果你可以回到第一章的時候跟自己講一點什麼 你覺得你會想要講什麼 不是提醒什麼 嗯 不要太糾結 或是 或是越過某一個關卡 或是什麼 但我反而會覺得 我什麼都不想跟他講欸 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 我跟他講什麼 就一定會改變他的方向 嗯 因為 天冷 天冷嗎 我們又要聊天冷了嗎 你有看天冷嗎 有有有 對 已經發生了就已經發生了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 假如說我沒有那樣子 我現在一定不會做第二章 喔 懂 對 就是如果講的話 可是我覺得 那一個理念是 聽不進人家講話的 哈哈 你說之前那個狀態 對 第一章的理念是完全聽不進人家講話 為何 你就是 你的那個執著的點是什麼 你就是想要控制自己所有的 音樂出來的樣貌 也不是說控制 就是我那時候不信任我自己的狀態 不信任很多事情 然後對很多事情不了解 嗯 總是有很多誤會 嗯 然後你就會 有一個自己的 那個世界觀 就是你會覺得 好 就是這樣 就這樣 然後我不要停 這樣 那你覺得 那是在什麼點上面 你這個世界觀比較 就是你現在是轉變了嗎 嗯 你已經不是那個狀態 你有記得是什麼點嗎 還是 逐漸的 好像就是發掉之後 嗯 這張專輯一發掉之後 然後我整個 就是開始重新思考 我的 為什麼 會一直陷入那個狀態 嗯 為什麼會陷入憂鬱 為什麼會陷入 嗯 沒有辦法處理自己的情緒 為什麼在感情上會有一些 問題 嗯嗯嗯 就是那時候有很多 狀態是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 呃 重新研究自己的 想法 包括那時候我先去找我爸 然後 嗯 比如說什麼 冥想啊 觀啊 那些 觀念起來之後 我中間也有一段 很模糊的地帶 是 我還是很 不確定我在幹嘛 嗯 然後我就去 才去研究 這些 我在意的事情 嗯 然後讓自己的生活品質 改善 嗯 我覺得其實整體是生活習慣 然後吃東西啊 嗯 然後幹嘛的 這些 那些 整個 改變之後 才讓我的 自己的狀態 有一個進步的感覺 嗯 那你覺得你現在這個狀態 你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你還想要再更 更進步的 最想要的 刪掉Facebook吧 同樣 欸 我剛剛沒講Instagram 喔 Instagram不刪嗎 我剛剛正要講說 嗯 Instagram 我也很想要努力 但沒有辦法啊 因為我們的工作 對啊 還是得跟大家互動 那種之類的 只能說 就在用的時候 要非常的aware 就是要 有意識的說 嗯 我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不要被捲進這個 那其實有點難 對啊 超難 欸你就開始玩啊媽咪好可愛 點愛心 散摩也好可愛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 對啊大概就是這種 Nice 那你覺得你有想說 專輯發完了 然後下一部呢 還是 現在還在 我現在想要做一個 再更棒的演出 就是用這些音樂 然後去做一個 呃 因為其實我第一張的時候 我沒有 我沒有開專場 也沒有發片 這場 都沒有 然後我想要 把這兩個專輯整合起來 做一個棒一點的秀 給大家看到 然後我們去好好的 呃 重新找 因為我重新找團隊 因為我之前的樂手 就是現在都有自己的project 然後就是 我想要把它練好一點 然後我們去 演出 然後看 不知道疫情會不會好一點 那能出國 巡演啊這種之類的 對 這是我覺得我第一張沒有做到的事情 對啊 第一張都是屬於邀約 然後我再去演這樣 哦 期待耶 那27號這個就是 有一點點類似這樣子的 小試水溫這樣子 哦 就是把兩張合在一起這樣子做 嗯 這樣兩張加起來有多少歌啊 有到20 應該沒有 17 18 然後 所以就是都表演這些歌嗎 還是你會有些cover song什麼那些的 嗯 我之前會cover 但是因為其實歌不夠啊 我知道啊 所以會不會這些 懂懂懂懂懂懂 之前會唱什麼 什麼 Feel Like Making Love啊 然後 夏夜晚風啊 啊 讚讚讚 期待 27號嗎 希望你也發片順利 那 節目的最後面 最後面其實都會問說 如果你今天到一個荒島 然後你只能帶 一張專輯 一本書 跟 一個plugin好了 嗯 你會帶什麼 荒島問題 怎麼帶plugin啊 plugin只能帶一個 只能帶一個plugin 對對對 看一下 你說一本書 欸 或是一套 有人回答說 一張專輯 對一張專輯 有人回答說我要帶哈利波特 一整個系列 我也OK 就是這種的 那我有電腦嗎 電 你說 為了要用plugin嗎 對 這不重要 反正你這輩子只能 只用一個plugin的話 一張專輯 一個plugin 一本書 我想一下 是不是有人選精選集 我有點忘記了 一張專輯 我應該會帶 我會帶什麼 我好難選 就比如說你最喜歡的一張 或者是對你印象很深的專輯 有沒有知道 我知道我會帶什麼了 什麼 我會帶那個 李宗盛有一個 有一個之前的演唱會 李信宇感性 喔 Live的 是喔 好出乎意料之外 我以為你會選一些 喔 我要講一下 我超爆喜歡李宗盛 真的嗎 我超愛他 那我跟妳講一個秘密 什麼 這間錄音室本來是李宗盛大哥錄音室 真的 以前這裡叫敬業錄音室 真的喔 20年前 所以什麼 光良阿 品冠阿 然後 梁靜如阿 就在裡面錄音室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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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跟同齡的小朋友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而且我就是切換的是 聽完李東盛就是在聽John Mayer這樣 很怪 就兩個是奇怪的一個 然後在聽Earth and Fire 然後三個就很 哥哥blue的那個 好酷喔 這真的蠻酷的欸 對我非常喜歡 那你有在現場翻唱過他的歌了嗎 好像沒有欸 可以試一下 這樣會蠻讓大家 Mind blown 因為你說太難彈嗎 不是唱應該不會很難 想說些 想得卻不可得 你來人生 或是你那個chase you chase you 永年的 不是啦 這不錯理性與感性 輸 輸的話 我應該會想辦法去找一本食譜吧 喔食譜 我剛剛想到的是食譜 嗯怎麼說 在黃島上面做什麼 看一下至少有個 有趣的食物的 你會想要誰的食譜 比如說阿基斯或什麼 高登主廚 那你給我幾個 我想一下喔 Gordon Ramsey Jame Oliver吧 還有什麼主廚的 Anthony Bourdain 這種的 看一下 感覺是不是有那種野外求生的 野催的 野催的 對那種好像比較適合 沒關係 反正就是 我覺得想帶食譜 好 那一種 這蠻妙 就是有圖片的 然後有 旁邊有材料的 很簡單 好可以 可以 荒島求生 最後一個 Plugin Plugin的話 Plugin的話 我現在就 我知道 Keyescape Keyescape 喔這裡面有所有的 不同的Keyes 或是 好像是不是也有人回答過 等一下嗎 我知道 好我選Omnisphere 有人選過一樣的 我忘記誰了 因為 Omnisphere裡面什麼都有 因為Omnisphere裡面有Keyescape 對對對 就是 可以彈 然後有鼓 然後什麼一對的 可以 好 感謝你 希望你的發片順利 然後宣傳期也順順利利 謝謝 Gayu期待 9月27嘛 在哪裡 9月27在淡水 你在淡水嗎 就在戶外嗎 戶外 免費的演出 好 希望我們都可以去看 希望播出 但播出的時候 可能已經演完 對 下次再來玩 謝謝 好讚喔 好好玩喔 差不多啊 一個小時 還有內容嗎 很讚耶 Podcast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閒聊 你很會聊耶 對 我現在尬聊王 很厲害 我尬聊王 已經錄了 我錄了幾次 二十幾集 訓練期